我是聽說我可以講個很具體的例子 在6月5號清晨我們到達天安門廣場以後 我們是高炮一營二營五營它掉隊了被堵在新華廣場 這時候我們突然就命令一營連長帶領的戰士去營救他們 把它營救回天安門廣場 回來之前我就聽說士兵說 因為當時還有一些群眾在後面圍堵了 所以他連長就命令說讓天上開箱 嚇唬好把群眾嚇走 但是我就親耳聽了一個戰士 但是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但是我現在為了保護他個人的心 有一天我可以作為證人會把這個名字說 我就聽著他親口說的 他就斷起重鋒槍 向人群裡開了一艘的子彈 這是我親眼睛歌 而且在6月7號當我們從天安門廣場 執行所謂第二階段 執行抓暴徒的任務時 我們幫我們車隊路過建國門麗礁橋橋 一個國際飯店時候 當時從樓上有人開箱 當時打死了我們一名戰士 打傷了兩名 然後我們所有的戰士就開始 用衝鋒槍向樓內還擊 還擊以後像暴雨一樣 他個別是有些戰士 因為後面就是外交公寓 有可能槍彈打到外交公寓裡面 造成了很著名的事件 第二天很多外國人就害怕了 因為他覺得 編部隊趕向外國人開箱了 所以造成了第二天6月8號 大體外國使館的人離開了北京